第十八章 許多哥林多人信而受使 这事以后,保罗来了雅典,来到哥林多,遇见一个犹太人,名叫阿居拉,他生在本都。 因为格鲁雕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,身近带着妻,白纪拉,从意大利来,保罗就投奔了他们,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,保罗因与他们同业,就和他们同住作供。 每逢安息日,保罗在会堂里辩论,劝化犹太人和希腊离人。 世妻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,保罗为道逼切,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,他们既抗拒,毁谤。 保罗就抗着依常说,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,与我无干。 从今以后,我要往外帮人那里去,于是,离开那里,到了一个人的家中,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,是敬拜上帝的,他的家靠近会堂。 管会堂的基督师部和全家都信了主,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,就相信受使。 夜间,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,不要怕,只管说,不要闭口。 有我与你同在,必没有人下手害你,因为在这城里,我有许多的百姓。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,零六个月,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。 犹太人在家流面前控告保罗。 到家流作阿该亚方白的时候,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,拉他到公堂。 说,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,敬拜上帝。 保罗刚要开口,家流就对犹太人说, 你们这些犹太人,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,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。但所争论的,若是关乎言语,明目。 和你们的律法,你们自己去办罢。 这样的事,我不愿意审问,就把他们练出公堂。 众人便周住管会堂的所提尼,在堂前打他。 这些事家流都不管。 保罗又住了多日,就辞别了弟兄,坐船往敘利亚去。 白基拉、阿基拉和他同去。他因为许过怨,就在堅格里剪了头发。 到了以弗所,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,自己尽了会堂。 和犹太人辩论,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。他却不稳,就辞别他们。 说,上帝若许我,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。 于是,开船来了以弗所。 在该撒利亚下了船,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。 随后下安提亚去,住了些日子。 又离开那里。 哀刺经过加拉泰和弗里加地方,兼顾众门徒。 阿波罗放胆讲道。 有一个犹太人,名叫阿波罗,来到以弗所。 他生在阿历山泰,是有学问的,最能讲解圣经。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,受了教训,心里火热。 将耶稣的事,详细讲论,教训人。 指示,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。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。 白基拉、阿居拉听见,就接他来。 将上帝的道,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 他想要往阿该阿去。 弟兄们就勉励他,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。 他道了那里,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。 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,博到犹太人。 人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